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每日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229集 現在是2020年的12月3號 星期四 晚上的8點45分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介紹現在最風最火的一件事 那就是YERN的創始人Andre Cuentro 現在在做的這種併購案 它基本上在過去的這幾週呢 大概merge了將近有六個項目吧 不只 其實這邊上面寫七個 已經有八個項目它在做merge了 但是呢 這也蠻controversial的 就是蠻爭議性的 因為它做的這個併購並不是真的併購 而且沒有在任何的governance foreign上面 任何的投票或治理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說 WiFi呢 算是最早dub 這個去中性化治理的一個代幣 就是說 它最早期 最一開始的治理 甚至於就是說要限制這個WiFi的這個發行量 從原本的就是只有的三萬枚 到就是比如說每週多一萬枚之類的 然後最後決定禁止 然後呢 就讓最早期的人呢 完全獨佔和享有這個WiFi 那當時挖的時候呢 我們也有做WiFi介紹 應該算很多很早期在挖WiFi的人都在我們群裡面 那但是呢 這也造成很多問題 就是說 未來的人沒有辦法再挖WiFi 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市場上購買 這也導致WiFi的價格呢 暴漲 一路從19美元漲到最高43000美元 後來又暴跌到約7300美元左右 然後最近呢 又漲回31000美元 所以就是非常瘋狂 它基本上變成一個很特別的偷空 我們其實在上一集的時候就講過就是說 Stablecoin現在呢 已經很可以透過這個WiFi在AVE 或是MakerDAO的其他平台上面 或是SynCentrix它很多平台上面來生成這個穩定幣 所以大部分WiFi持有者根本不需要去賣WiFi 它可以直接確定它的Health Level 就去生成更多穩定幣去做更多事情 好 但是呢 那當時呢 它跌到約在約11月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DeFi有點死亡潮的那時候 就有很多幣的暴跌 它就開始在講這個WiEarn 2.0 那如果我們現在到WiEarn 1.0的時候就會發現 其他年花率已經非常非常低了 也基本上你在任何平台上面都很少看到它 尤其它之前出過了幾次問題 就是它後來發的兩個幣都受到Exploit 然後都損失超過百萬美金 然後後來呢 它又有就是這個Eath的問題 就是它有這個Eath的超高年花率99% 然後最後又暴跌低於1%的年花率 然後導致很多人在這裡面損失錢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覺得Andre一直在凸錢喔 然後後來Andre也就不負眾望 又發了一個代幣啊 叫做Keeper 最近又說要發一個代幣叫Darriswap 然後呢 Keeper也就是突然當天上市價的時候 約好像2塊3塊美元 那時候我們也有介紹 大家如果不知道Keeper什麼的話 也可以回去看那一集 反正最終暴漲到約459美元 然後最歷史低價設置在CoinGecko上面顯示是24塊美元 所以總共17倍左右 那所以也非常瘋狂 然後後來也因為呢 在11月的這個DeFi暴跌的時候呢 跌到約70-80美金在Uniswap上面 然後最近呢 又說要跟這個Chainlink 就現在基本上DeFi市場的預言機龍頭 做某種的深入合作 然後未來可能變成一個Keeper Node 然後呢 今天就又暴漲 過於14天漲到約2倍左右 然後交易量來到4600萬美金 但是這麼值得一提的事情呢 它在Uniswap整體的深度呢 約190萬美金 可是在Keeper跟Eath的這個交易隊約有390萬美金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個市值的幣 現在以深度來講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丟個100萬美金進去 基本上你可以把這個拉盤拉到爆 所以有一部分是覺得說它其實現在就是有點pomplemental的狀態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如果你不了解Keeper 如果你對Keeper Mill要保持一種長久持有的話 你這時候要非常小心 就是現在是有點pommental的狀態 好 那回去講一下 Andre 1.0在做WireN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有很多種proposal 就從他要不要上一個節目都會有人說要做這個治理投票 他今天要去演講或做什麼事大家對治理投票 所以他認為就是說WiFi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做什麼事情都要做 我自己也是一個持有WiFi的人 所以我就是那時候也會一直參與這些投票 由於最早期參與自己投票的話 你可以獲得更多WiFi 後來就沒了 OK Anyway呢 可是呢 最近這些merge 我們看到這幾個從Hedrick 到Picco 到Carver 到PowerPool Cream Aquopolis 到Sushi 他都沒有做任何的線上治理 代表說他現在最重要 其實對WiFi的人未來最重要的這些事情 其實根本不需要治理 然後很多人在懷疑就說 欸 那當時WiFi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但現在沒有人罵聲跟 這個 那種 Congratulations的聲音差很多 因為大家都在慶祝WiFi下來 又暴漲回來 大家很開心 就是不會被清算 不然我認識超多人 就3萬4萬的時候抵押到Ave 然後被清算 就那種早期WiFi支持的 原本可能有100顆500顆400顆 最後被清算 只剩1-200顆那樣 因為你要一直補錢進去 所以Anyway 經過那一波洗盤後呢 又現在來到這兩個禮拜的瘋狂世界 那我們來看 他居然在11月10號的時候 2020年 宣布跟Hedrick合作 然後做Binary Option 我們也有特別做一集講Zealot 就是Molly 要說跟Andre做一個MMA 真的就叫MMA 結果他現在做的MMA 都跟Molly做的MMA 一點關聯都沒有 就非常那麽的confusing 然後呢 Molly做的MMA就開始秀Zealot 然後Zealot就是暴漲嘛 然後呢 就是Hedrick代幣也漲 然後後來又漲一漲又跌 因為Andre就說 好像跟這個沒有關聯 然後Molly也出來道歉就說 OK 我覺得我好像過度秀 這樣子 Man 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真的應該要在Podcast裡面講 這根本算是幣圈八卦了吧 Anyway 然後呢 後來呢 Pickle 不是就出現在Exploit嗎 就是JAR的問題 然後設計有人說是內部自己的問題 然後呢 損失月1700萬美金 後來他們跟WiFi商討 Andre就有個很好的想法 這是11月24號 然後就說要發一個Token 叫Kornicon 基本上就是一個紫色的黃瓜幣 然後呢 那個幣呢 就是發 就是比如說Pickle 我好像是1700萬美金還是1900萬美金 應該是1900萬美金 他就發1900萬顆的代幣 就代表說他要想辦法把幣炒作到一塊錢 然後他就可以1比1這樣換 但是池子裡面也要約有這麼多錢 所以你就要找哪個冤大頭願意跟你換 那另外的方式想的就是說 Andre什麼幣都能炒嘛 所以他就去創這個東西 來解決Pickle的這些損失的人 然後他們後來的 因為Pickle的那個JAR 駭客是有還給他250萬美金嘛 所以他就把250萬美金評分分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100美金在那個JAR裡面 你拿回約7%就7塊美金 然後剩下的你就拿到99個 這個Kornicon Token 然後後來也可以這樣換 也導致Kornicon Token一直在爆點 因為有些人賣 然後有些人也越來要買也進去了 你要記得一件事 Andre可是一個他隨便部署一個合約 都會有人Abin十幾萬到百萬美金 Eminessen就約有700萬美金 在一個凌晨 那時候台灣時間約凌晨吧 大家就把錢丟進去了 所以他是一個隨便講句話 就幾百萬美金進去的 一種一個icon現在 然後後來呢Carver 我們也有介紹過這個 當時叫Save 後來他就Fork出來叫了Carver 那Carver是一個不錯的產品 我們未來也會在更深度的介紹 其實Carver跟Insure 都算是 還有Title 都算是現在的一個 Defi Insurance的明星了 但是Carver跟Insure算是 應該說Carver算是已經 比較簡單 然後已經能用 應該講說 Andre系列的產品 我都覺得比較暴力 我自己都會持有Andre系列的產品 這也是為什麼每次Andre或WiFi 有出新產品 我們都會在直播介紹 但是他的東西都通常很暴力 就是呢 他發一個東西 然後呢 很屌 然後突然就爆炸 就這樣 那Carver當時也出現這種問題 就是從Save變成Carver 當時還有一度 就是大家覺得很酷 用NFT去Mining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 Nexus Mutual丟進去 這樣 那大家如果對於這不熟悉 可以回去看前面幾集直播 因為基本上 我們就要講說 下面之前都介紹過 後來就來了這個PowerPort 這是11月27號 所以你注意看 在這時間表上面 他基本上呢 每天都去Merge一個項目 對 然後 在26號呢 他也宣布跟Cream合作 然後呢 也是Merge 然後基本上 我們就很難了解 他到底是控制Cream 還是不控制Cream 這樣子 然後 那Cream也暴漲 就從60美金漲到約90美金 後來又回去約85美金 這樣 然後再來27號 過一天 他真的是 馬不停 就是一直Merge 然後一直宣布這樣子合作 那記得這些東西 基本上很多項目都是Anon 就你不知道背後是誰 誰是創始者 對不對 那根本不可能 這些公司有 有什麼公司行號啊 或是什麼東西 所以 根本不用說合約 根本不用簽嘛 那這很有可能 我認為啊 我之前也常講 就是我認為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你想一下 你今天 比如說在台灣開公司 你就是 要公司行號請員工啊 然後要去這個 要請人啊 然後這是什麼勞基法 什麼有的沒的都要去用 那你想一個Anon公司 賺的比 任何公司都還賺錢 而且還可以直接上市 就有點 因為普通公司 你未來想要做的事 除非你是private賺錢 不然你就想要去股票上市 可是在decentral world裡面 哇靠 我今天想上就上 而且我在uniswap表現好的話 還Binance 還直接幫你上 因為基本上他們現在已經不管了 但還記得 2017年 18年 19年 你要上帝安 你還需要有那種律師證明說 你不是一個security代幣 你是一個utility 你有功能性 才有辦法上對不對 但現在他要管嗎 他覺得你屌 他就上 他根本不知道 你想 一個匿名團隊 他怎麼可能去找一個律師 給你說我不是security 就是因為他要做security 他才會是一個匿名團隊啊 伺服器都把它放在各個地方 其實他根本不用伺服器 因為他全在 他除非是網站的部分需要 不然其他都是在blockchain上面 然後他設計可以把網站 像swarp一樣放在ipfs上面 所以 就有點像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在這種merging的上面 然後呢 他根本不需要去 哦 並購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這些項目到底有得到什麼好處嗎 絕對是有的 那每一個代幣都暴漲啊 他根本不需要說 我要給你wifi去買 所以我回去剛才講 為什麼這些沒有 我覺得錯的地方是沒有proposal 就是他沒有讓wifi有更多用處 但是其實 他這些決定 如果還需要投票的話 就不可能每天發生 我們看到治理最好的一個項目 比如說curve 大家常聽我講curve curve基本上 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投票 而且有時候花5到7到10天 已經算是在DeFi市場裡面很快速了 curve現在proposal都已經 加上signal proposal 都已經來到50個了 那更不用說比特幣跟以太坊更新 以太坊更新至少三年吧 比特幣更新 更不用講 有時候小東西可能一年 大東西可能永遠不會更新 所以 但是在DeFi上裡面 在Andre這種做的方式 他公司的行號就有點像 就是一個推特帳號 他推特講什麼就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市場 我覺得就是會往這樣子的方向 就是他們未來這種merging 這麼讓大家想到2018年19年 就是幣權項目會說我跟誰誰誰合作 我跟誰誰誰合作 所以 再來 這個What's next 就是他下一個會跟誰合作 因為大家知道他下一個合作 至少一定會漲個10到20% 但是又回去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是作為什麼樣的投資者 如果你是一個價值投資好 比如說 SushiSwap我們之前講過 他約60C70C 我們在聊天群裡面就常講 就是說 其實SushiSwap有些交易隊非常好 就像是當時要買Curve 你在Uniswap上買其實深度不夠 可是你透過One Edge 他其實常常會把他帶到SushiSwap那邊 因為SushiSwap那時候可以挖礦嘛 然後呢 這個UniSwap也不行 後來UniSwap在礦亭後 大家都到了SushiSwap 那他B價也隨之往上 然後他其實當時也有出一個SushiSwap.fi 然後呢 就介面變得更複雜 多了更多功能 就比較不是原本的Classic版本 對 所以如果你價值投資 你認為他是個好東西 那時候Abin沒有錯 可是現在Abin的話 你就會去想他能到多少 就是你的Risk Reward你要算清楚 然後再來 就是What's next 對不對 未來這個Andre會選什麼項目 有大家在想嗎 比如說這個 這個 BlackBix的文章裡面有講到 就是像是這個穩定幣交換 那現在最大的當然就是Curve 那Curve現在鎖上那樣14億美金 基本上 加起來就是他所有Merge的項目的總市值吧 所以 不太可能Andre會去跟Curve 因為他要說Merge要怎麼Merge 就是這時候大家就會問很多問題 但也有可能吧 但其實 很多人會說那應該是 就是大家都覺得已經是了 因為其實你要想要最早其實挖WiFi的時候 就是透過Curve才有辦法挖 DEP的WiFi 所以其實某方面已經是了 就像很多人說Syncentric 其實早就已經跟這個WiFi合作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回去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到維基百科這邊看MMA MMA就是Merger and Acquisition 簡單來講就是併購 就是你合併然後去購買 對不對 像最近有很著名的就是Salesforce 花了約290億美金 這個併購這個Slack 對不對 雖然Slack就是現在就是 就會變成是這個 這個 Salesforce一部分 這樣 那這時候你任何去併購一個上市公司的時候 基本上應該都是要下市 如果我們在Investopedia這邊看的話 就是When listed company merge and trade as a new entity The formally separated company voluntarily request delisting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其中一個要delist 但是我們如果現在回來看 就是它現在Merge的這幾個項目 就是第一個 這個Keeper 好 Keeper一樣在交易間交易量超大 然後呢市值9100萬美金 Fully diluted 9100萬美金 然後呢 這個Hedrick Hedrick這市值就很大 2億7千萬美金總市值 Fully diluted 5億3900萬美金 然後呢 再來看看這個Queen 總市值3600萬美金 Fully diluted 2億3700萬美金 Hedrick 總市值7400萬美金 Fully diluted已經來到 欸我們剛剛已經講過Hedrick了嗎 喔沒有 我們剛剛沒講Hedrick 我們剛剛講Sushi Sorry Hedrick 7億3900萬美金 然後呢這個Sushi是8億9千萬美金 然後這個Aquapolus 市值最小2300萬美金 總市值Fully diluted value來到4千萬美金 Cover Protocol 總市值2100萬美金 Fully diluted 4000萬美金 然後這個Purple 這個2100萬美金 總市Fully diluted 3億5千2百萬美金 Man我那時候把這個Cover賣掉 就是我覺得他Fully diluted超高 他最高Fully diluted差不多10億美金 我媽覺得他瘋了 這樣 然後這什麼Picco 總市值1300萬美金 Fully diluted 1600萬美金 所以他整個加起來 他併購東西就已經差不多30億有了吧 差不多吧 30億美金有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去想說 這有多少是進入到 這個WireN裡面 因為我們要想一件事就是說 當Salesforce去併購 這個Slack的時候 Slack的資源就是完全變Salesforce擁有 對不對 然後呢 Salesforce也會 整個整體的市值也是往上升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所有的這個業務啊 就增加很多新的業務啊 然後 其他比如說Slack就要D-listing and so on and so on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想說 欸 那如果這樣都沒有D-listing 未來會是什麼 其實我有一個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如果說 每一些這些項目 比如說Cream也有手續費 然後呢 Keeper也有費用 然後Picco也有 如果每一個項目Andre都 somehow整合 然後讓這些手續費都變成去市場上購買Wi-Fi的話 My God 我覺得這會超屌 因為這其實就像是給Dividend的概念 就是你透過整合他們 然後讓他們一致都是為了Wi-Fi往上 可是這時候呢 Keeper這些人 還有這些每一個他Merge項目的人 就會去想 欸我憑什麼要幫你 OK 我們很開心做這個Merge的動作 然後一起把資源整合 但是為什麼呢 第二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Anonymous項目會發生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大部分項目其實是想要漸漸的離開 為什麼這麼說 這其實是一個陰謀論 而且在現在比較深的這個Crypto圈裡面在講 就是呢 大部分項目他們都是Anonymous 而且我們其實之前講陰謀論那一集的時候 就講過很多項目 而且後來都知道 很多項目其實背後都是同一群人在做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那現在呢 他去做這個 比如說Picco是匿名 然後Keeper 然後到這個 那個什麼Cover 這樣子 然後 基本上很多都是匿名嘛 那如果你把他全部整合在一起的話 其實 最終他們資源就是一起Share 但他的最終產品其實已經完成了 對 他沒有 他不會 你不會說Picco突然去做這個AMM 你不會說Picco突然去做這個Lending 他就是繼續做他的這種 機槍池這樣子 然後去賺這個Feed 他終究會停嘛 對 所以 這種Merge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對這些Founders 這些 這幾個 我們現在看到這幾個項目的Founders們 其實是一種 我覺得是有一種脫手的概念 就是他們已經差不多了 對不對 就是 他們賺的也差不多 大部分Team都是10-20% 然後你investing 你第一年賣掉的那樣 再慢慢賣也是很夠 對 所以他們這種Merge 其實最終 只要他們講好 購買一些WiFi 持有一些WiFi 然後去Benefit Wifi 就已經不錯了 但最終我要講 這只是一種陰謀論說 就是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去Benefit 最後我們要來看的一篇 就是Andre寫的 其實你到Medium上面就會看 而且你會發現大部分這些項目 你會看到什麼Keeper Network 然後這邊就是Andre的Medium 基本上每個項目都指向Andre的Medium 所以我常講 未來這種做 你是一個強者 你一個推特一個Medium 就可以做個幾億美金的公司 假如你是強者 你不需要太多的這些花樣 真的你只要是強者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他這邊每一個都寫這個 這好酷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把這個電燈 路燈都換成是筷子 還是這是什麼牙籤 然後他這邊就是什麼Sushi Aquapolis 然後這邊就寫了一篇叫 Merger, Acquisition, Partn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Decentralized Space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篇 Alright 這邊把它放一下 What do these term means in a decentralized and non-incorporated world and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our interactions so far let's start off with the standard definition Merger a combination of two things especially company into one Acquisition an asset or object bought or obtained Partnership an association with two or more entities as partners Collaboration the action of working together to produce something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above they all in some way refer to ownership in the decentralized ecosystem what does ownership mean 我這邊暫停一下 ownership基本上就是 就是誰擁有嗎 幹 WiFi就是Andre擁有嗎 雖然他可能不是擁有最多WiFi代別 但基本上他擁有這樣 他如果今天不想做 WiFi就會很難撐得下去 當然他周邊有很多Leaders 但是會很難 因為他是一個 他已經是一個太重要的一個領袖在這裡了 等我一下 喝口水 我們今天這集不會太長 念完這個就差不多 Alright Cool If we look at Ethereum Who owns it? Let's look at the participant 誰擁有Ethereum miners They decide if the software is upgraded or not 礦工可以決定要不要更新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說 礦工通常不願意的話 以太坊就很難更新 Developer They build the software of the miner to use 就是這些開發者 他們來更新未來 這個miner 要來做的 就是能使用的 就比如說現在以太坊2.0 你沒有這些工程師去做2.0 miner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Eath holder Are the user of system and do not drive choices 這些持有以太坊的人 他們基本上就是用以太坊 他們沒辦法控制 也基本上不會開發 那很多開發者用以太坊 然後也做通常的事情 所以這邊交互 Vitalic Definitely a thought leader 所以有Vitalic 就像Andre Om 這個 Man 你到這邊會不會覺得 Andre就想成為下一個Vitalic Ethereum Foundation They have funded ecosystem But how much they do they have 就像Ethereum Foundation很重要 還有像Consensus 因為 沒有Infura 沒有這個MetaMask 基本上以太坊就不會這麼好用 所以為什麼以太坊能贏 像是Polkadot EOS Tron Quantum 這些項目 就是因為 這個Tile Consensus 和這些Foundation 在把它簽出來 他就是 當時很多人罵他不夠去中心 但是 同樣就像我們之前講Curve 講WireN一樣 你一定要早期的中心化 有 因為你會相信這些項目 就是因為他的Thought Leader 就像你現在會喜歡用Curve 因為Curve背後的團隊 一直在努力開發和做事情的 然後你會喜歡用WireN 就是因為Andrea 和他周邊的 Thought Leader 一直在推動 那你會喜歡以太坊 就是用Vitalik 跟Consensus 和Ethereum Foundation 這樣 好 Difficult to pinpoint who owns it No 但是我會說 我會想說 它是一種的 整個的 的 和 的 的 現在 讓我們來看 WireN 以為 與Ethereum的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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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这边讲一下最近的一些并购 Picco, strong developer alignment between Pico and UR, both team working on yield strategy, often aligning to the same strategy which is implied duplicated work 所以基本上Pico算是一个分擦版的 wire,早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Pico价格往上 然后他们两个都机枪池,基本上就是去挖curve,他们主要年化率就是来自于curve 虽然很多人说curve养活了很多机枪池 After online,就算他们讲完他们竟然做讨论事情,不如不要做重复的事情 From a development team consolidation, this made logical sense Pico core that can focus on strategy, UR can offer additional security, peer review, audits, and discussion The development team merged, we're now sharing the same group, consolidating the same discussion, and focusing on growing the ecosystem combined stronger While Pico and UR remain separate brands, the development resources are consolidated, a merger of human talent 他这边就讲就是说大家的这个人类的能力这样子 然后呢,财能一起组合在一起,所以是一个财能的并购 Cring, the strong synergetic alignment Eield farming and money market work well together Eield farming can be increased with leverage Eield farming can be increased with leverage Money markets innately offer leverage The difference, however, is often envisioned between these two entities We have seen money market can be built with very different client focus Systems such as Aave and Compound can be called lending market With a strong focus on providing lending product for end user Looking at DYDX, they also offer lending But for the purpose of leverage trading So while they are a money market The core interest is on using this market for trading 所以, DYDX也会借贷 但基本上是为了使用 DYDX的这个平台 就是它的Leverage市场这样子 大家如果对 DYDX不熟求 我还可以看我们之前的介绍 我记得去年我就在介绍 DYDX了 然后,这个 Synthetic can also be seen as a lending market But with a core driving force of synthetic asset Alpha Homora is a lending market But specifically focus on leverage yield Yet, all of these are lending markets While the development team did merge And are leveraging off each other This one is better categorized As two team working together to a common goal The goal being protocol reserve A protocol to protocol reserve service And less of a lending provider This design facilitates other protocols Such as Aave, Compound, DYDX, etc. And Alpha Homora To have access to additional capital While not constraining their resources This is a focus on capital efficiency And not traditional lending market So let's categorize this one as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Even if the development team did merge So他們這邊就讲就是 Cream跟这个WiFi的 這個開發團隊 基本上是合併在一起 然後當然他認為說 這個比較算是一個合作 這樣子 Cover protocol Cover our categories as having four core area of focus Core cover offering fixed expiry cover denomination And stablecoin for variable list of product 這邊基本上之前講過 就是這個Cover可以做這個 這個DeFi項目的這個 insurance這個保險 然後如果出現駭客攻擊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定的配上 這樣子 但是願意提供Cover的這些人 經過這個 我忘記上次是哪一個項目 應該也是Pickle吧 所以他們其實損失蠻多錢的這樣 而以Cover本身沒有損失 但是是Cover使用者這樣子 Portocol prediction market for predicting the perceived risk that protocol will be exploited 這樣子 就是什麼項目有可能有風險 Perpetual or I like to call lazy cover for user and protocol that simply want to set aside reserve to hedge risk 所以這基本上項目會去買的 就是這種 永遠像永續合約 Cover as a service offering any token to become a backstop for its own ecosystem allowing tokens to mimic the offering in 1 and 3 using their own token as catalyst While永遠 offers a security review and audit pipeline for all 4 items It is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collaboration for 3, 4 and 4 Allows Wi-Fi to become its own cover ecosystem And 3 allows Vals to have cover taken from yield without uprun user cost Less yield but hedge risk So as with Cream This is closer to alignment to goals and outcome 所以這碗阿尔的講 Cover跟Cream一樣 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前進 好 Conclusion 總結 After having been fortunate to be involved in these discussion I have to say I'm no closer to having an answer on If these are merger acquisition partnership or collaboration The simple answer is a bit of each The team merged The protocol leveraged off of each other Vision is aligned and shared by all team members This is something new that I don't think fixed the box We have previously used Decentrali Finance allows us to do both collaborative Symbiotic while still being the individual I don't know what we should call this But I'm definitely very excited about it 總結 這就不是一個賓購 這是結案 很多人在說 他WIFI要給錢 沒有 講MMA是很複雜 的一個字 而且呢 很容易 mislead 讓人家誤導大家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MMA 這不是喔 他這邊Andre自己也講 他不知道這什麼 但他很excited 很興奮 但其實總結來講 他做這個事情 就是可以讓 币價漲 就是這樣 然後能持續嗎 很難說 大部分人認為不會持續 因為這每一個項目 並沒有出現太大的改變 然後呢 唯有可以期待 就是Wire Earn 2.0會出現 然後還有這個Sushi的新介面 其實SushiSwap FI已經有新介面 但是SushiSwap 自己本身會有更新的介面 就是Logo上面 然後Cover 多了一個新合約 然後呢 Cream Cream差不多 然後Hedget也差不多 然後Aquapolis說是 就是未來會帶一些這個 我們之後會再做一集Aquapolis的介紹 我沒有特別深入了解 Aquapolis的一些功能 但基本上是 可以有一些CrossBridge的動作 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Picco 對 Picco基本上就會有新的Strategy 聽起來 還是一樣了 就是 就是差不多 就是這個機這樣 因為Picco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他有1900美金要去還 所以 It's still the same problem 我覺得如果他這麼喜歡Picco 為什麼不跟Harvest合作 其實 也只是Pump一下 我覺得 不太像是有很CoreValue在裡面 這樣 那 總結他講說 這算不算一個Merge 不算嗎 然後呢 我覺得其實另外一部分也很難講 就是 Team的部分 他們都還是不同人 對 比如說 有台灣的團隊 有美國的團隊 有歐洲的團隊 有日本的團隊 有中國的團隊 對 大家都在不同地方 大家都持有不同種代幣 其實最終你還是沒有足夠的原因 把大家拉在一起 對 有一個原因就是大家好像一起合作 價格會往上漲 短期現在看起來是有做到 可是 很多東西 我覺得币圈的東西就是 一下子大家就 pretty much it 除非你有一個很solid的東西 而且現在太多focus點了 對 那我覺得 會開始有些什麼 會有開始這種 ACETF出現 就是大家會去買一欄子 ACMerge的這些項目 或是 合作的這些項目 其實我覺得 與其說Merge 他應該就直接講合作 對 這聽起來就像這個合作 大家一起把資源合作在一起 大家一起整合一些資源 不應該叫Merge 但是 呃 就像我常常講 很多人說 把AC跟這個Vitalic 一起討論 我覺得AC跟Vitalic差太多了 就是 兩個都很強 兩個都很神 但是Vitalic 比較不會為錢工作 AC當然不是為錢工作 他本身看起來不是這樣 但是他絕對是為WiFi 那WiFi就是錢 對 就是這樣 Vitalic不會因為為了以太坊的價格 往上 然後受影響 一直以來 這過去都不會這樣子 但是 ACEvision 就像是一個 就像一個VC fund 一個decentralized VC fund Well Now look at it's pretty centralized 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今天就算我持有多少顆WiFi 我想要投票 say no 他也不會去聽 對不對 然後 所以這是一個close group的事情 WiFi其實有一個close group 那裡面就 我只能說低於100人 差不多 差不多50個人 就是真的是一個很close group 然後 那也是一個奇蹟 就是能做到這樣子 除非有另外一個項目 真的有辦法 這麼奇蹟式的做 但很難 大家之後也看到像WiFi Y FFI 就是你要這麼很intellectual的group 在裡面 然後創造出這樣是很難的 然後 最終大家就是為了炒幣嘛 就像這些keeper keeper keeper做 現在漲一定就是chainlink的這些link marine 衝進來 然後去pump這個price 那也很正常 他也是可能繼續往上 可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 我覺得 現在他做的真是好 但是呢 也是一個 他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近期會發生就是 他應該還會繼續merge 像其中大家在討論 就是blockbeats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 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也在聊天群裡面分享了 他就有講到就是說 未來有可能做什麼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穩定幣的兌換嘛 這裡面有swarp 跟mstable 或curve 那 curve不太可能 大家都認為比較可能是mstable 或是swarp 但mstable市值也提起蠻高 然後swarp我不知道到底 現在還有多少人在上面做 但是anyway還有swarp 然後 合成資產的話 其實有很多 有uma 有sensatrix 有這個pnetwork 有這個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我忘記叫什麼 什麼什麼dell的 我忘記還有一個合成資產也很大 然後 但這四個也不太可能 就是merge不可能 他感覺都是跟A9team 雖然不是A9team 也是 比較低gen版本的 我覺得 UMA這種 被很多這種大機構頭都比較不可能 然後sensatrix 他們已經很密切合作 所以也不算是 maybe下一個有可能是 有一個我忘記叫什麼 大概如果想起來的話 在聊天群裡面回答 我記得有兩個他們 好像之前有講過 也是專門做合成資產的 比較小 然後 然後 再來還有什麼 對 我覺得還有什麼 我覺得dxdel 這種類型有可能做很多產品 其實他沒有特別的規律 你看carver算是insurance 可是沒有人說他一定要只做一個 對不對 然後 keeper 是他們自己做的 然後還有dairy swap 所以他下一個就是dairy swap 自己的東西 然後他現在也有這個sushi 然後他又出bento bento也有lending 這樣的 然後cream也是lending 然後也有swap 然後再來穩定幣兌換 cream也有自己的穩定幣兌換 叫creamy 然後pico就是strategy hedrick是option 我覺得有可能也會有跨鏈的這種產品 像是 沒有 要市值小的還是很少 市值小的沒有很多 沒有幾個他有可能的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 這基本上是現在 看起來andre的版圖是這樣 就是 he just gonna do more 會繼續繼續這樣子 這個 繼續合作 那這非常好 基本上這每個項目我們都講過 然後呢 我自己也是很開心 但我不知道 我有點不知道為什麼 币價一直漲 但我知道一直有好的新聞出來 所以 整個defi市場 基本上是他 還有幾個項目帶動著 然後 那 但是這垮也很可能很快 所以 只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就回去講一件事 take profit when you can 就是如果現在你有賺一些錢 最好是take一些profit 對 我自己今天也是take一些profit 就是 I'm not ashamed to take profit 我就是每次都會take profit 我不覺得 今天如果 YFI突然漲到十萬 我也說很開心 然後 可是我三萬就會先take一些profit 再take一些profit 因為 剛剛他抵到九千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超痛苦 然後 後來 keeper抵到什麼八九十的時候 會很痛 後來他漲回來 今天我就又take一些profit so Exactly I'll take profit at any time but 我要講的就是說 就是 很多這些token 他 持有者是不一樣的 要記得 像Wifi他會比較分補 但大戶就那幾個 當然 有些項目是有Founder的 比如說 SushiSwap Aquipers Cover PowerPort Cream 都是Founder們都持有一大筆的token 不管是鎖多久 doesn't matter 所以這些都還是要小心 就是說 不要因為是Andre推 你就是瘋狂衝進去買 你要做好自己投資的規則 對 要了解 然後了解那個risk reward 像現在Sushi 漲到快要2.5到3塊 你要想一下 它最高點是15塊 所以 你想一下那個risk reward 0.6買的時候 pretty cool 因為它是一個好的產品 我們那時候一直在講的 然後 現在2.5的時候 就要去想一下 那個risk reward 正不正確 這樣子 然後Cream最高的時候280 現在約90 那個risk reward 可以想一下 然後Cover Cover 基本上已經在破 開始在 之前有更高 但現在比較穩定一點 Cover的產品也很特別 大家如果喜歡Cover 可以回去看我們介紹 Insure那一集 還有Cover那一集 就是還有Nexus Mutual 其實我覺得 簡單版的這些 不用KYC的 Insurance市場會很大 就是 我自己是很看好 Insurance市場 就是 因為只能DeFi 需要Insure去Backup 然後 而且我們看過於這幾個月 基本上每個月 有兩三個項目被Explore 所以 Insurance市場很大 然後 項目方也會開始做更多 Insurance的部分 就有點像是 我們之前講的 很多項目都有去投保 但後來漸漸不喜歡 SealNexus Mutual 就是因為 他拿錢的時候很難 對 那 Cover 證明說可以很快速拿 所以這部分大家看好 但是也證明說 在他上面投保的人 或是在他上面買保險的人 風險就很大 對不對 然後reward很小 就所以說 他們會覺得 有點像是 欸我今天在那邊買保險 然後呢 嗯 我有一定的保障 然後跟你對賭的人 他其實沒有賺多少 所以就越來越少 你想要上去賭 然後Insure又做了另外一種版本 是有他這個reward的機制 所以 again 有不同的方式去看 好 然後 總結 我覺得他後面會有幾個 我再列實一下 就像Bloodby講的一樣 就是合成資產 我覺得這部分一定會有 就是 這個很大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覺得他還會再跟insurance市場合作 因為他不可能只跟cover cover其實不夠 然後 穩定幣交換也很大 就是 感覺他控制不了curve 他就可能會去找其他的這樣子 然後 再來我覺得 會有的是那個 bridging市場 就是跨聯的 那就是 就有點像比特幣的這個 RAP 封裝版比特幣 上來到 Ethereum上面 我覺得 會有 跟這樣子的合作 或他們社會會自己做 就是這種 你可以把萊特幣丟到custody 你可以把這個 比特現金 然後呢 這個 BQSV 那又是十幾億美金的市場 可以到 DeFi市場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這是另外一個有可能 再來有可能 就是這個 Graph的市場 就是我們知道 GraphQL很大嘛 基本上跟chainlink一樣 他們做的東西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 這部分 有可能 但他不可能跟Graph Graph太大 然後 但他一定會找類似的 或是他會做的像keeper一樣 這樣 好 大概就是我分析這次的版圖 然後大家如果覺得今天直播不錯的話 請幫我把影片給分享出去 小鈴鐺點開 訂閱 然後我們現在有在抽獎 最大獎品是1萬美金 然後呢 會在我們subscriber達到1萬人的時候抽 所以記得要訂閱 然後把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只要你有分享影片 記得要截圖 貼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裡面 有一篇叫做 每日 每周抽獎 那你就可以獲 有機會獲得20塊美金 這樣子 好 那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直播 請記得分享出去 喜歡現在的每日直播 每周一 每周三每周五 帶給你最新最酷的趣玩資訊 我們明天還有一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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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